成功集团今天宣布执行主席单司力陈志远 从即日起转任非执行主席 正式交办给长子拿督斯·李陈永钦 还有专业经理人来管理他的业务 陈公集团今年3月中才宣布 陈永钦由首席执行员着身为执行副主席 而国民投资公司PNB前首席执行员加里尔 则是出任成功集团首席执行员 陈志远在文告中说 在加里尔和长子陈永钦的联手之下 他对成功集团的管理层有信心 未来将能够更上一层楼 在加里尔3月中入股成功集团等利好刺激下 成功集团的股票连日价量齐扬